人都是要扶老的 而且什么年纪该做什么事情 都得心中有数 在《春日暖阳》中 黄子涛饰演的是一个大明星 因为演技拙劣 总是被人诟病 想重新提升自己 只能从话剧社出发 然而他的咖位 去演一个话剧 别提能引起多大的轰动了 而话剧社的演员们都开始蠢蠢欲动 都希望能跟松阳对戏 倒不是想跟大明星较量演技 主要还是想张光 河水是剧团的老人了 明明演了很多戏 但他的名气就是提升不起来 主要还是演技太拙劣的缘故 要不然跟他一个档次的演员 大多都有不少簇拥者了 而这次跟松阳的合作 就是河水打翻身杖的最佳机会 所以对于剧中淘淘一讲 他是势在必得的 因为淘淘是 富与子 中 儿子的女朋友 松阳是男一号 儿子自然是由他饰演的 按理说每个演员演绎什么样的角色 都得通过开会讨论才可以 河水偏步 非要借着与罗夏的关系威胁对方 如果说淘淘最终不是由他饰演的话 那罗夏就别想要团长的位置了 也知道 话剧社可是罗夏多年的心血 万一因为情感问题 导致他丢了乌纱帽 那这一辈子在业内就抬不起头了 为了头顶上的团长头衔 罗夏只能委曲求全 让河水去演淘淘 然而这个决定却遭到了江夜的反对 只因他觉得有人更适合演淘淘 河水年纪大了 跟淘淘的设定年纪差了几乎十岁 再加上他与松阳的形象也不匹配 演技也不行 怎能让观众捧场 到最后悔的还不是 富与子 这个本子吗 明明已经三十多岁了 非要去演艺小姑娘的角色 河水执意装嫩 不过是想踩着松阳露脸罢了 然而他的这种行为 已经触碰到了演艺圈的大忌 那就是靠着后台上位 罗夏虽说算不上什么后台 但他好歹是个团长 对于演员的决定 全是有很大威力的 所以河水才会用昔日的勤奋威胁他 好让自己有出镜的机会 先不说河水是因为什么目的 想演淘淘的 主要他没有自知之明这一点 着实让人反感 难道他看不出来 自己脸上已经有了岁月的痕迹吗 既然角色是个小姑娘 那就让小姑娘去演得了 她已经三十多岁了 就算保养得再好 也比不上年轻人 既然角色不适合他 又干嘛要装嫩去演呢 话说河水的执着 到底打了演艺圈谁的脸 其实电视剧就是现实的一种映射罢了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 演员们已经不分年龄了 但凡有点地位 哪怕是已经到了五十岁的年纪 依旧可以演十七八的小姑娘 颜值再高又怎样 身上早就没有那股子青春气息了 执意去演艺跟自己年纪不匹配的角色 是过瘾了没错 但他们有没有想过观众的感受呢